掌声婚礼 全台湾最坚振的爱情 拖现夫妻俩在热气球上 感动得不停是累 不是因为搭了热气球 而是两人终于圆了心中的愿望 不办婚礼 这段精心准备的婚礼 可是持了60年的承诺 早已是老夫老妻 人间店的大声说出 我愿意 立刻传来大地游客的尖叫声 声情相吻 高龄82岁 本名成品男的脱线 其实当年只是机车行小学徒 老婆林玉珍当时不顾家人反对 私定终身 在一路湘西生了六个孩子 还成了演艺圈名人 只是老婆当年没有穿婚纱 也没有办作见证的遗憾一直存在 脱线决定趁这个最夯的热气球 嘉宁华慧给老婆再次难忘的婚礼 记者刘林祥 台东报道 已经慢慢添出演艺圈的脱线 他最近也遇到了灾难 他遭人迷婚之后洗劫他的财物 虽然昏迷了一天一夜 但是回到家里的脱线 还是不改灰险幽默的生活态度 向上门的客人来推销自己牧场里的土鸡 年近七十 本名成品男的老牌演员脱线 是前天在台北上通告时巧遇过去的女同事 没想到短暂的聚会 竟然换来了一天一夜的昏迷 和不少财物的损失 即使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但天性乐观的脱线 对人生还是充满了希望 脱线自从带出演艺圈以后 就在台东经营牧场 过着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生活 但是肯定没有想到 雷和老朋友见面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或许还是只能提醒自己 和人们复杂的生活圈比较起来 和土鸡生活在一起 可要自然的多了